HELLO 大家好,我是Hidy 上集的胸平忌跟大家分享了很多護膚品的Empty's 今天我們繼續說下去了 裡面有身體或頭髮的護理產品和化妝品的事不宜遲 我們開始吧 洗頭水的部分我用完了一支韓國的D9 Shampoo 這支無論質地或味道都很清爽 它是透明啫喱狀起都抱的 很適合你做完運動 整個頭出汗、油膩膩膩膩的時候用 感覺上非常爽和潔症能力很高 雖然它好像很細緻 但是一泡起兩泡子已經足夠長頭髮的用量 所以我自己都很喜歡用 然後最近我用的Lush洗頭架 它原本是這麼大和厚的 我用得很薄 從出洗到現在我都沒試過用翻架洗頭 所以這支也算是我的初體驗 亦都比我想像中容易上手 因為一開始會覺得不知怎樣用 原來只要你弄濕頭 拿著它然後在上面搓 就非常容易起到很多泡泡 它是沒有任何護髮或保濕能力 它是比較乾淨、潔症 洗完頭覺得很清爽 但對我來說就沒什麼所謂 因為我頭上年漂染了太多次 已經爛了 其實完全用不了護髮素 一定要用髮膜 所以它來說 就算它是很保濕也好 應該都救不了我的頭髮 而護髮方面一切都會交給髮膜去處理 這支是性價比非常高的印尼牌子髮膜 有一段時間我找了很多印尼店 都找不到這個髮膜 最近就在深水埗那裏重遇它 40元一支 所以我馬上買了四五支 我喜歡它的原因就是 它沒有日本的髮膜那麼黏 有時用完日本的髮膜 頭髮會很塌、很重 頭髮一柱一柱 但用完這個印尼髮膜之後 你會感覺到它護髮之餘 還很輕身 而且非常便宜 不會心痛 可以用多少份量都可以的 粉紅色這款會比較滋潤 如果你經常夾頭髮或染髮已經非常受損 這款會比較適合 如果你的頭髮本身是少許寒 想要多點光澤、想滑一點 金色那款也很好用 大家也可以去找 另外我還用完一盒髮膜 這款我是在Look Fantastic買回來的 這盒很香椰子味 但一點都不好用 你越用的話頭髮越來越冷 越來越寒、越來越差 我真的不知道為什麼我用了這麼大盒 一點護髮的作用都沒有 百多元一盒 所以大家認住這個包裝 千萬不要買 千萬不要試 再來就是身體乳液的類別 手上這一盒是 A2House他們的爽身粉味 身體乳液 它那股味真的很治癒 我自己超喜歡 但我是一個很少用身體乳液的人 所以一枝我用到很久 可能半年至九個月才用完這麼小的 然後這一枝是無印良品的身體乳液 還有一點可以摺給大家看 它是很輕身的膠狀 你看到一推開 就是透明 然後很水的 它是一點味道都沒有 質地很薄很薄 完全不會黏黏黏很清爽的 我自己習慣就放一枝在公司 因為冷氣經常扯乾皮膚 很想塗手霜和身體乳液 但會妨礙做事 因為黏黏黏 我就會用這個 另外還有CLAIRS這枝手霜 它跟剛剛無印這枝是完全相反的 非常厚重 然後滋潤 我自己習慣就是晚上的時候 用來塗一層厚的 然後早上起床 手的皮膚就會很柔軟 其實無論厚也好 我都喜歡用的 只不過在不同的場合 不同的環境下 我會用不同類型的產品 輪到我手上這枝茶樹油 基本上它是我的人生 不可以缺少的其中一件 浸浴的時候 我會滴進水裡 或者有什麼覺得要消炎殺菌 我都會稀色一點 來用在皮膚上 例如會生純疹 或者蚊叮蟲咬 甚至鼻敏感的時候 因為那股味很濃烈 好像現在鼻塞 你這樣很大力地塗一塗 全都通了 所以 我真的長期都有一兩枝 放在家裡備用 防曬方面 我用完了這兩枝 Annaza這個 我試試看 還知道嗎 最好嗎 一點點 它是一個 有刺刺流質的乳液狀 大家平時可能聽金色那款比較多 淺藍色這一款 它是為敏感皮膚用的 但我自己就不太喜歡它的質地 始終塗完出來 有油膩膩 覺得很焗 所以我自己就不喜歡用它 而另外這一枝 就真的一滴都沒有了 我想讓大家看 質地都給不到 它是像面霜一樣 像護膚品 一塗完上臉 吸收了是不會黏黏 很薄 但防曬的功效都不錯 不過我自從買了澳洲的MECA防曬之後 完全入坑了 完全對其他的防曬沒有興趣 因為實在太好用了 終於來到化妝品的部分 今次我是存到這麼多化妝品的空評 跟大家分享 首先由底妝開始 第一個就是Integrate它們的果凍粉底 這一款裡面是有個網網 然後用一個粉泡去拿粉底來用 我覺得它不算是保濕 滋潤炎那種粉底 但一點都不乾的 就算我是乾性皮膚也好 做好保濕的話 都不會扯乾皮膚 不會覺得慢慢緊 在乾爽的天氣下 用它就算不定妝也好 都可以保持大半天 但它裡面的心很容易乾了硬了 比較難拿粉 我就當自己已經用完了 然後就到Charlotte Tilbury的這支粉底液 它的全名很長的 叫做Light Wonder Youth Boosting Perfect Skin Foundation 顧名思義就是比較薄 有點像第二層皮膚 也有點像Tinta Moisturizer 遮瑕度比較低 但會有一種光澤感 好像皮膚變好 的感覺 如果你說日常上班 想薄薄的 塗一下精神一點 皮膚均勻一點 我覺得它OK 但如果你想妝感 比較完整一點 你可能去拍照 或者在一些重要的場合 我覺得它就未必夠了 遮瑕膏的胸瓶佳麗有這三支 最便宜的是韓國The Saem的Tip Concealer 它的性價比亦很高 四十五十元便會有一支 遮瑕度屬於中上 不會乾的 塗上眼底也不會起紋 但缺點就是它的顏色比較偏白 韓國的底妝的顏色選擇都比較少 所以如果你再深色一點 或者要遮瑕的顏色一點 它的顏色選擇就沒有那麼多 接著就到Maybelline的這支 海綿頭遮瑕膏 我用過無數這麼多枝 如果比起韓國的這支 我覺得它比較自然一點 顏色偏橙一點 所以遮黑眼圈的時候 會再自然一點 沒有那麼重的遮瑕膏的存在感 最後就是這支Tarte Shape Tip Concealer 它的遮瑕度是三支遮瑕膏最高 但它的存在感也是最重的 如果那天我不打算塗任何粉底 就一定用不到它 所以三支遮瑕膏 我都會存放在家裡 只不過在不同的情況 我會用不同的遮瑕膏 到定妝方面 我又用完了一大勾的HOUR GLASS碎粉 它那種絲絨的質地 看起來好像皮膚很好 它不會蓋過你本身粉底液的光澤 但如果太過奶油肌的話 它又會遮得剛剛好 它自己是沒有閃粉 但你用完之後有一種斷光的感覺 我自己是覺得皮膚很有質感的 但畢竟我都用了一段很長的時間 其實這一瓶已經是我第二瓶用完 所以我應該會去買一些新的碎粉 看看有沒有新發現 有一樣更好用的碎粉 可以跟大家分享 原來眉妝的產品我都有幾支 這支眉筆是IT COSMETIC的 我覺得它是很好滑 然後後面的眉刷是非常之軟 你擦鬆眉毛的時候 它不會過分擦走底的顏色 但你會感覺到是真的鬆了的感覺 所以如果你問我 我覺得它的眉刷是比它的眉筆好 不過我自己就不是特別喜歡用眉筆的人 我是眉粉派的 它就放在公司補眉眉 所以這麼細支慢慢用 都最後用得完 之後第二支就是很平如潮的XL眉筆 它有眉筆、眉粉和眉刷三個部分 所以很方便 但我是不喜歡用它的 因為它的眉筆部分很淺色 要畫很久 中間的眉粉量又很少 可能用十次八次 它就已經很難去拿色 就算它是一個開架牌子也好 它的價錢是比較貴的 如果要百多元一支 我就會寧願買一些專櫃 或者一些更好用的眉筆和眉筆 接著就到英國牌子Rimo的一款 眉粉和眉膠 這兩個我都不是特別喜歡用的 首先就是眉膠 它的質地真的很眉膠 是像一匹一匹 很容易適合皮膚 變成了小生眉或者紫菜眉 另外它的眉粉本身的粉是沒有問題的 問題就出在它的棒棒 這個可能是太幼和太硬 又是畫出來很死實 眉又是小生眉 或者勾美妝會喜歡這類型 眼線方面有三支 一支是Modeliner 中間是Love Liner 最後就是LB這個牌子 這三支在我身上都不會用 就算化了十多小時都完全不化開 我最喜歡就是Modeliner的白色 因為它的顏色沒有黑色那麼死實 但又沒有啡色那麼淺 在我身上是會有一種有神的效果 而且可以用很久都還有墨水 但也有些人說它們用這一款都會化開 所以大家真的要自己試試看 然後就到Love Liner 它也有出深啡色 但它會偏啡一點點 剛才的Modeliner就會偏黑一點點 所以如果我化妝要自然一點點 不想那麼深色的眼線 但又想有神 我就會用這個Love Liner 不過它就沒有Modeliner那麼耐用 如果用到三個月四個月左右 它就會開始蜜水比較斑薄 不會那麼流暢 而且很容易開叉 然後到第三支 就是這支LB的眼線筆 它是黑色的 一開始我很喜歡它是蜜水那麼黑 因為有時候你要黑色的眼線筆 不夠黑也是一個缺點 但它用了一個多兩個月 我都已經很少打開它 很少用到它乾淌了 現在它畫出來是灰黑色 好像蜜水不夠密的 雖然它也真的持久力非常好 很防水 但我真的不特別推介這一支 到睫毛膏方面就有這三支 這支的My Lash Mascara 之前都介紹過很多次 所以它是這個胸瓶器出現 一點都不意外 這次就不多介紹了 另外就有一支 Maybelline Hybrid Curl Mascara 其實它也好用的 純粹是頭部 My Lash這支會比較幼 Maybelline這支會比較粗 比較難控制 但兩支我都覺得捲竅度 纖長度 根根分明的效果很好 之後這支Mascara的牌子 應該沒什麼人認識的 叫做Iko 我都是在Look Fantastic 還是在外國網路上訂回來 曾經用過它的試用妝 覺得很好用 但不知道為什麼 買了二百多元一支正妝回來 就不好用了 我懷疑頭部很大 很容易適合到眼皮之後 我就不太喜歡用它 二百多元真的有點貴 然後是一個Colourpop的Highlighter 你看到裡面已經鎖正無幾了 我自己很喜歡這一盒 因為它的打亮效果 好像燈泡一樣 但因為它的質地 有點像泥膠 軟軟軟 它是不會有粉感 融入了皮膚 好像一個自然的打光燈 自然的燈淡 所以我是極速光束用完這一盒 眼影方面 HOLICA HOLICA的閃粉眼影 我用到裡面乾淡了 作為一個閃閃眼影的愛好者 它這款在便宜之中 我覺得質素是最好的 它閃的程度是很漂亮很漂亮 它真的有很多閃粉 但現在還可以讓大家看看 我還放了一點 就算打底也好 你看到極多亮片在上面 所以如果你都喜歡這個閃閃的眼影 這款真的一定要入手 你看到這個包裝已經殘得不堪 就知道我有多常用它 它是OPIO Water Light Tint 色號就是RD03 真是一個很漂亮很漂亮的乾燥玫瑰色 大家看到有少少偏紙的 塗在嘴上很有氣質的感覺 聞起來有黑加輪子糖味 但是太久了 現在浸味有點變了 所以已經不能再用它 另外有一支Colourpop的唇膏 這支扭不出來了 沒辦法了 它的名字叫Just A Tint 你看到它的顏色 都是比較偏粉裸色的 它的色號就是ZBOYS 對我來說是一個很好的素顏唇膏 即是如果沒什麼化妝 不想用到一些那麼銳色 其實很平常 可能日常會用到 都會放它在手袋補色 也很方便 因為它是一個立筆形式 不用鏡子 都不會補到出界 所以也是光蟲已經用得完的唇膏 最後就是這支OPERA的唇膏 你看到裡面已經用到 扭不出來了 已經完全用得完 OPERA對我來說 是一個非常非常非常顯色的唇膏 它是很日系亮麗的顏色 不是韓系鮮艷 也不是歐美的裸色 或者不同的色系 它不是 它是日本雜誌會看到的 有一點點亮亮亮的 很滋潤的唇唇感覺 而且一支 真的可以代替唇膏和潤唇膏 放在袋子裡非常方便 今天就跟大家分享 我的身體頭髮用品和化妝品 胸瓶 希望大家都會喜歡看 我自己就很開心 因為終於清空了這大袋東西 如果你喜歡這條影片的話 記得按LIKE和訂閱我的頻道 我每個星期都會上載兩條新影片 逢星期六就三點 星期日就十二點 那我們下一條影片再見 BYE BYE